各位師兄好,我是Candy,Layman,和大家研究第七場賽事 這場四班千四 和大家研究幾隻馬 牽涉到這隻金碧科,今季贏過馬 還有兩隻馬,閃耀鑽王,很有理一場 閃耀鑽王這場,家應精彩,至尊高星,勁力威龍,泰益線都有表現 百寶袋也是 這隻很有理,當日李敬國,外閃到外府 關鍵時機贏馬,但是長途,不要計算 怪獸都市出閘有問題,也跑第四 這場的時間,第二段都跟大家講過 21秒1,其實真是幾快 回來後,那些子尊高星,家應精彩,守住保羅城泉 現在跑了一場泥地 這幾隻馬都可以跑得好 甚至乎百寶袋也跑得好 今天百寶袋又跑直路,不知道為什麼 這場的水準,我自己覺得是可以的 尤其是放在前一堆馬,是很厲害的 但是,閃耀鑽王,和這隻很有理 都是屬於追上來的 這部影片我都看過了 另外,我想跟大家看看這隻軍炮 那天三師兄弟三重彩那場 爆鬍的,今天上班,皇帝賽再出都OK 英明勇將都近 就算是事必非非 那些都是可以的 當日他跑了一個很主動的跑法 只是給一隻馬過 那隻就是爆鬍 而他呢,還要入到直路 還要閃到內蘭那裡 打斜走 那天我再出,我又再選他 我再選他那天,他又出閘有問題 那中段就踩了回來,輸了 那三、四場都是去撿外檔的 那這一場呢,他一出閘有問題 那中段就是踩油了 那中段踩油回來 其實他都是輸三個馬位的 都是八寶袋啊,至尊高星啊 三元迷路這些馬 所以他跑錯了,都是OK的 但是,計時間呢,我當然是看回 希望他出閘沒有問題 就算是上場,撿過外檔 走去快活谷跑 潘頓也跑第四 那今天呢,配上陳家熙 撿過一檔 但是,今天有些馬跟他鬥搶 那再看回這一場的水準 其實第二段他又不是說快 叫做OK 第三段也是OK 就是慢慢的 但是,第四段他回來 可以保持到這個23秒1 那我覺得是跑得是好的 他放在前面 回到23秒1 是頂住 就是被一隻馬過到他 至於皇帝賽都衝得很厲害 但是,也過不到他 但是,我現在在想看片 是怎樣看哪一場好呢 其實,如果說真的 你這一條呢 這一場快了 這隻閃耀轉王 很有理這些 是賺了報速的 但是,這隻很有理 大家又要研究他的跑法 是怎樣的 迫到外府那麼愛的 真是外府那麼愛的 報告就寫外閃 至於這隻金碧科 不過,贏馬那天 就分析時間 其實呢 就真的贏得不錯 你贏三身好運 線路勇區 得益良多 甚至乎後面的皮具之聲 御風超影 君子精神 都是有些表現的馬來的 這一段第二段 擺明是慢的 22秒3 接著第三段 23秒5 即是叫做OK 23秒5 但是他末段 23秒1 衝上來 即是跟這隻軍炮的末段 是差不多的 軍炮是在頂的 他是慢步速追上來的 所以我就想看這三隻馬 但是看片 我就想和大家看看 好有理這隻馬 好有理 先分析好有理 好有理 贏馬那一場 他就是贏了那隻 叫做軒圓齊飛 剛才軒圓齊飛 對上那場輸了 只不過是外檔 給那隻 聰明精彩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他提下的對手 軒圓齊飛 再出那場 被聰明精彩 他放不到 輸了 不怪得這隻馬 這隻馬的性能 不是這樣的 鐵膽威龍 瀟灑王子 有錢分 妙算騰飛 都是一些不錯的馬 雖然他隨意石 後面就訪問 就說 想不到贏那隻軒圓齊飛 都贏得那麼辛苦 但是他守著位置跑 但我不看他贏這場 看他跟那個閃耀鑽王 怎樣弄到外府這麼外 閃耀鑽王 是守著很漂亮的 入直路才拉出來衝 閃耀鑽王 現在在這裏 好有理就在這裏 這隻快億線來的 外面這隻 快億線也有表現 看看他虧了多少個腳程 你猜他虧了多少個馬位 究竟 其實真是賺報速 第二段是21秒1 真是快 三身有運 那天輸了再出都行 這隻怪獸都市 埋便是保羅成全 第三位嘉應精彩 跟前了第四位 白寶袋 內蘭第五至尊高星 跟著至尊高星 後面 那隻好有理 這裏在這裏 蝕了出去 你說虧了多少呢 那隻閃耀鑽王 那隻閃耀鑽王 在這裏 還未有位置出來 那隻閃耀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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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理就在這裏 在這裏出來追 閃耀鑽王 閃耀鑽王 這裏是威是小的 但都是虧了些位 但都是入直路才衝 這裏 你看著他轉腳 他這裏好像沒什麼力 轉右腳 轉右腳又有了 接近終點了 埋片家應精彩出面 至尊高星相當接近了 但是今天呢 就有個變數了 由李敬國換了賀明年 第一次騎 真是 真是有些 不未知之數 一來他虧了馬位 二來他 轉了腳 然後再有些馬 都很狠撲 我相信他如果不虧馬位 都比較近一點 但是都會贏的一隻馬 金碧科也是跑得好的 再對上那場金碧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反正後日才跑馬 看看這一場 贏的那場是萬步速 他衝得厲害的 23秒一衝上來的 上一場他就換了不用蝕恩 換了李敬國 今天就配他贏馬 拍檔蝕恩 看看李敬國 在末段怎麼騎這隻馬 他有幾個意外的 金碧科就在這裏 這隻 黃衣的那隻 這隻 這裏 這裏 看清楚一點 看錯了 這隻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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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否騎得很硬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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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功夫,四號軍炮陳家喜,試過草地 積極的,五號是鑽耀鑽王 保持功夫,六號是騰龍超映 保持功夫,七號是翡翠鳳凰 家晴,潘頓也碰過保持功夫 八號是金碧科,薛恩也試過集,積極的 九號是友德精彩,保持功夫 十號是英明勇將 何宅堯,梁家晉也碰過保持功夫 十一號是徐我來,潘明輝也試過草地積極 十二號是果然有保持功夫 十三號是好有理,王浩南也試過集 十四號是高耀晉升,史卓鋒也試集 但強制試集合格,沒有騎他 上次是古惑調動,一號是原裝王浩南 二號是潘明輝變王進,三號是原裝何宅堯 四號是潘頓變陳家禧 五號是梁家晉變波見史 六號是薛恩變蔡明肖 七號是莫雷拉變潘頓 八號是李敬國變了薛恩 九號是莫雷拉原裝,十號是何宅堯 變了梁家晉 十一號是李敬國變了潘明輝 十二號是原裝葛能 十三號是李敬國變了賀明年 十四號是潘明輝變了楊明倫 三班跑過下的 一、二、四、五、六、十 五班贏上來的 隨我來,貴內都撿了兩場 我記得好像是 轉倉馬有隨我來一隻 自從換了配備之後 有穩定演出的 夢幻戰士、閃耀轉王、 藤龍超映、金碧科 很有理,金碧科是不是 我都寫錯了 對,金碧科除了眼罩之後都很準 上場左了才失去 輸五個馬位 跑第七 其他都一、四、二、五、二 除了眼罩之後 人馬合拍的馬 有夢幻戰士 何宅堯騎到 上次 中段踩有 軍炮 陳家希 OK 閃耀轉王 今天用了波見屎 我先看看 波見屎 金碧科 涉恩 又贏過 這些是騎士有個表現的馬 但今天這場馬 小弟覺得有兩隻馬 挺有趣的 翡翠鳳凰 千二試了四場 不可以 今天脫眼罩加程 這馬 莫雷拉 經常連子磚高星都放棄 其實這隻是翡翠鳳凰 如果我沒有記錯馬名 不知道是平海掌聲 還是至尊高星 但他今天就放棄這隻馬 其實這隻有得精彩 這隻有得精彩 今天撿過十四檔 又要加程跑千四 但你看他上一場 千二 他輸給那些很硬 保城致勝 宜昌飛驅 的愛自保 他只不過在的愛自保 後面 一個名次 今天要拉程 執拾十四檔 今天怎麼跑呢 唯有看不到 但莫雷拉 又肯放棄 他連騎 四次放棄 很多馬 有得精彩 翡翠鳳凰 所以這場馬 有很多人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可能他覺得這隻馬有很多 我們猜不到 但你說 翡翠鳳凰 他今天 莫雷拉 不騎 但他又找過潘頓 下去 好像都不是講玩 但兩隻都沒有千四的根據 至於千四今季贏過馬 很有理 金碧科 軍炮 入過Q 這場馬 我都選擇 一些守住下馬 兩隻 一隻 放頭 希望搏 這場的領寶峰 會擺頭 軍炮 會擺頭 騰龍超影 可能都會守住下 這隻馬 上次加了眼罩 還是什麼 其實他千二已經守住 騰龍超影 也是 自從換了B2TT之後 什麼都沒有 只是BTT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這隻都是配備變動馬 但今天是12檔 閃耀鑽王 上次你見到他留得這麼厚 但你看回他 就算是千二這隻馬 就算是千二和上季千四 但當他檔位比較好 他根本就不需要留那麼厚 上場有可能是被迫 而留那麼厚 突然跑到千二 跑到千四 今天撿回個好檔 我想他也是守回個好位 尤其是波 是快閘的 我就選了三隻馬 就算了 至於有機會的馬 我覺得也有很多 這場 根本就沒有了那些自尊高星 什麼家應精彩 什麼白寶袋 那些什麼保羅城泉 那些賽職的馬 今天是沒有的 今天我看了這麼多 到現在 是沒有那些馬的長刺 全部都是那些 刺一級的馬 對 刺一級的馬 這隻軍炮 叫做輸過比爆蘇 但今天就有領寶峰在 搞不搞他呢 領寶峰 不知道 有領寶峰 軍炮 閃耀鑽王 守回個好位 兩隻蚊程 有得精彩 和翡翠鳳凰 翡翠鳳凰 翡翠鳳凰 千二都是守著個好位 有可能 又放回 不知他怎麼放 脫下眼罩 有可能都是跟到前 至於 很有理 就 贏那一場 守著個三四位 跟著那場 利勁國 批了外擋 因為那場 沒有速快 今天就收拾個漂亮檔 好有理 很多天都沒有收拾過漂亮檔 贏馬那一場 五檔 十三檔 八檔 十二檔 我選三隻馬就算了 這場馬 我自己覺得 領寶峰 軍炮 翡翠鳳凰 甚至乎 好有理 這些都是守著下位跑的馬 有得精彩十四檔 不知道 但是 今天這場夢幻戰士 其實在快活谷 也好 上季的老朋友 看到我不斷選他 那時候 他已經是一隻中段踩油的馬 是有些 踩回來 他不怕你 沖程都長 那種馬 但是今天又撿過十三檔 但是今天 我相信 走在前面的馬比較多了 所以今天我就放下他 他也不會說有什麼賠率 我也是在這場搏大霧 那我就選這隻軍炮 看看他今天 撿過一檔 節省一點腳情 搏他 不要像那場出閘那樣 上場在發揮谷 他都可以後追跑過第四 但是那個是潘頓 今天就是陳家禧 陳家禧 再減一些磅 可能輕鬆一點 那我就愛了這隻軍炮 第二隻呢 我就愛了這隻 好有理 贏馬那場是過軒然齊飛 但是呢 今天就撿過一檔 用一個新騎士 就不敢拿他做膽了 不知道騎士是否適應 那隻馬 我覺得蝕了這麼多馬位 那輸三個幾馬位 但是蝕了 我想蝕了也是差不多馬位 今天再撿過一檔 不用沿途再繞外跌 在彎上踩 看看他如何發揮 所以都是搏一下賀明蓮 另外金碧科 贏馬那場是蝕萬步速 爆一段差不多是23秒頭的時間 爆一段上來 是跑得好的 但是上一場呢 是阻礙了 今天就換回蝕恩 就愛這一隻 那我就這一場個人心水 四號的軍炮 十三號的好友你 還有八號的金碧科 其實還有些馬我都是喜歡的 但是我真的不敢拿一隻膽 軍炮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出閘問題 很有理會就是賀明蓮的因素 鄭俊偉馬防 我更加不敢拿他做膽 但是這隻馬是好的 因為他心意難測 至於我自己覺得 還有得爭的馬 就是夢幻戰士 閃耀鑽王 我都很喜歡的 其實剛才那場 他今天不用那麼被動 這隻閃耀鑽王 應該可以咬得位 更漂亮 追下去 可能會再有威脅 看看到時候怎樣 譬如我今天 我要四隻馬 我要選這四隻 一向都是三駐飛一場 四八十三 其實閃耀鑽王 到時候我肩膽 我都會拖這隻馬 至於千二萬上來千四的 我覺得可以看一場 至於懶滿的 其實英明勇將 我也覺得可以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